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承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久未放晴的天空 依旧留着你的笑容 哭过 却无法掩盘 迁就 风尘在阴天阁潜 想念还在等待久远 我 拉子线 于是你给的温柔 不是这一方的寂寞 叫我给你不起承诺 怎么会怎么会 你经验了我 我只能永远堵着对白 堵着我给你的伤害 我也留不了我 躲着你当作我已不在 我睁开上眼看着空白 忘记你对我的期待 读完那一篮 我很快就离开 就会放晴的天空 依旧留着你的笑容 哭过 却无法掩埋千秋 风尘在阴天阁潜 像灵海在等待久远 却无法掩埋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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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怎么会 怎么会怎么会 你经验了我 我只能永远堵着对白 留着我给你的伤害 我原谅不了我 就请你当作我已不在 我睁开上眼看着空白 忘记你对我的期待 忘记你对我的期待 不忘的依赖 我更快就 我只能永远堵着对白 留着我给你的伤害 我原谅不了我 就请你当作我已不在 我睁开上眼看着空白 忘记你的我的期待 忘记我累累 我更快就离开 擱浅来自于周杰伦 2点10分 第2个小时都非得有1点 我是玛丽 嗨 我是欧马克 星期四的第2个小时 我们单元是美眉爱漂亮 就是希望大家有任何 关于想要漂亮的事情 想要发问的 想要分享的 都可以在这个小时 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一下 我们美眉爱漂亮的专线是 02-2363-9955 或是你要在全组里面分享也是可以的 今天一开始呢 就是有人特别私讯给我说 我今天要开会 我不能听 佩迪有1点 但是我想要回馈给你说 前一阵子跟着你的烫睫毛器 我真的现在每天睫毛都很翘很赞 我的回馈都来得很慢很慢 因为我相信大家可能买了 我觉得也没有马上用 不是马上用 对对对对 他真的是可以让你非常翘的 如果你是跟我一起同步 差不多时间使用的话 然后每天都很认真的话 其实最近你差不多要充电了 他已经 他已经又没电了 差不多50次这样 那要提醒大家 他们在问说 就开始很多人陆续出谷了 就问我那个烫睫毛器 到底能拖运还是行李呢 我不太确定能不能拖 能不能随身行李 可是拖运是没问题的 上一次那个又又就成功就是行李里面带去了名古屋 Safe这样子 但拖运我真的不知道啊 拖运好多妹妹嘎嘎 随身行李很多妹妹嘎嘎 我都不晓得 你对于随身行李有什么特别 我常常会搞不清楚 到底随身就是行冲啊 行冲是不是不能放拖运 对吧 对 行动店员好像要带着 我反而这个是让我觉得最容易搞错的 为什么觉得有地方好像还不能带行动店员 有有有有 没有啦 自拍棒吧 刮胡刀那些呢 刮胡刀 我都放那个啊 我都放拖运啊 随身行李 我基本上就没有带什么东西 对啊都放拖运吧 都放拖运吧 就除了行冲之外 嗯嗯嗯 嗯嗯嗯嗯 爱 爱 一看我越紧默就 莫名越想逃 愛 爱 爱 人的各种恐惧障碍 若不积极去面对 黑暗成永久习惯 这天隔地狱之间的人们都在上海 只剩下我在对抗 前世与魔鬼的独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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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同一片阴亡 围扬我 发誓吹牙又跑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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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疑她是否该 还不该 爱说我这样的女孩 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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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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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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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各种恐惧伤害 我不接紧去面对 灰烈成永久习惯 这天隔地狱之间的人们都在上海 只剩下我被困在 前世与魔鬼的对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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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一片阴亡 围扬我 发誓吹牙又跑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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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疑这是否该 还不该 爱说我这样的女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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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一片阴亡 唯有我 发誓吹牙又跑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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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疑这是否该 还不该 爱说我这样的女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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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個牌子的除毛衣呢 最近也是有些問題 因為它就關於你都還沒有申請到核准 你就開始開賣了 是有些風險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還在觀望的話 可能要注意囉 關於除毛機這件事情 上次瑪莉穎分享那個日本的金色款的 三分鐘面膜 請朋友幫忙買回來用真的好用 但同款藍色就普普 所以我那時候跟大家說啊 只能買金色 只能金色 其他都不用買 然後呢因為那一款 它雖然是三分鐘面膜啦 可是我還是很常把它拿來當正常面膜服 因為它真的太濕了 也提醒大家就是 它裡面有漆片 可是因為它的那個精華液 或是它那個汁液啊 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你就要用完漆片之後呢 那不要馬上丟掉 你再丟一個壓縮面膜進去 又會有第八片喔 吸的滿滿的 你不對卻說不出口 沒有力氣再問你 你會說服我 請問瑪莉你出國隨身必帶的東西什麼除了護照 信用卡啊 還有呢 我每次要在念護照信用卡就沒事啦 才怪你那個化妝包明明就很多 可是你知道我信用卡 你真的什麼都忘了 就到那邊再買就好啦 哎唷 那我們現在 不是嗎 我們等一下就去送餐機場 又來 你是什麼熱血YouTuber嗎 你是熱血YouTuber嗎 我是啊怎麼樣 你出國一些什麼酷的片 你有什麼大計劃 從現在開始 從今天開始 現在 不好意思我待會兒有個錄影 我 跟小姐不行 跟徐希弟說抱歉 不行不行 真的不行 白雪 白雪你要跟我去啊 你要跟我說走就走是不是 希望你晚上的工作咧 跟光尼哥說再見是不是 啊 我再飛回來嘛 我再飛回來嘛 抬回啊 抬回 你現在飛又 請問哪裡可以讓你起一點飛回來 對 安娜好緊張我好想去喔 你只能跟我去樓下 騎騎U bike而已 你不能再去更遠的地方了 你呢除了護照什麼必帶的嗎 男生跟我都沒有 沒有他們問這個 他們問這個問題 應該就是想要知道你開箱 就是你會帶什麼東西嘛 嗯 好啦下次如果又有那個 姐姐妹妹嗨起來 我們再看我們出去的行李 會待見什麼東西 嗯 什麼 畢爾蕾的止漢噴霧停產 很傷心 你說Zay嗎 你說粉紅色那個嗎 不可能吧 不行耶 不行耶 你講清楚是哪一個 我現在講三個要崩潰了喔 粉紅色的屁股 我要瘋掉了 我要瘋掉了 這間錄影間到底是有多少漢 都變成為那個 臭味 那 那個不行耶 你知道哪裡不對 卻說不出口 請問瑪麗你有在吃膠原蛋白嗎 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請問請問吃粉的比較有效 還是膠囊或顆粒的比較有效 嗯 基本上我吃膠原蛋白 可能都是吃心安的 我沒有真的很明確感受到 就是 我覺得臉膨潤真的是太誇張了啦 如果你要說那一陣子 可能看起來比較健康 氣色比較好 是有可能的 那粉跟膠囊我覺得根本就沒有差 就是你有沒有好好的吃 然後那個牌子是不是好的 它裡面是真的就是有沒有效 這樣子 就是這樣 祝哥你要吃 魚油 吃C 吃D 藍莓 心 蓋 都一樣 都一樣啦 就是有一些比較 Hardcore 比較基本教育派的一些 就是 非常相信科學的醫生 就站出來告訴你說 都沒有 所有英雄術全部都垃圾 都沒有 為什麼要一直用 要一直用那個 周慶石電影的態度來講這個 今天沒有直播喔 因為我們今天人力不足 沒有辦法開直播 瑪莉對於脖子有什麼特別保養嗎 就是你在保養臉的時候 記得戴到你的脖子 防曬也要擦到你的脖子 音樂 其實只有我和你讀過 其實只有我和你讀過 情世之爱 我不一定会 这个录音间 又恢复了瓶颈 因为我们发现 碧雕雷停产的止汗 是喷雾 不是我们热爱的 滚猪瓶 没事了 没事了 危机解除 2.23分 欢迎你出去 回来 非得有一点 我是玛丽 嗨我是欧马克 我们在进行 美美爱漂亮的单元 欢迎大家可以 大家都很喜欢 在这个单元的时候 在全组里面 疯狂发问 欢迎大家尽管发问 我们能解答的 我们就尽力解答 刚有人在问 关于使用SK2青春录的心得 这个青春录我是没有用过的 我就没有办法跟你分享的 请问玛丽你是去哪一家 那医美打电波呢 我是去英爵打的 最近啊 因为上次我跟大家说 我去打那个完美电波 我打很少 我是打了300发 但最近我看一看 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 你可以把它催高一点 可能可以到600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单纯打我的下半脸 但我会觉得其实既然都已经打了 应该要分一点给脖子 不如多发一点一起打 现在觉得有点太保守了 我的心得跟你分享 你们可以再参考看看 我觉得第一次还是少一点吧 因为我每次呢就是去 你就完全没打过的人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每次啊 进到一家新的牛肉面店的时候 我都下一次想要点大碗的 但很有可能就一吃以后 哇 其实我整个 那个味道我真的不喜欢耶 可是我发现我点了大碗 就很难过 那新人还是300好了 你除了你都很熟这些电波 想要试试看那个感觉的话 你想试一个新的完美电波的话 那你可能可以达600看看 马力威和瘦瘦的脸却蓬蓬的 因为医美吗 嗯 严格来说 我觉得我脸不算很蓬耶 其实我脸看起来是 有时候我觉得看起来 有点太瘦 不过的确是我打那个 舒颜翠希望我的脸蓬一点 我是 舒颜翠是什么东西 嗯 学名是 3D巨佐玄乳酸 所以 也是打进去的 也是打进去的 可是因为我不太敢打玻尿酸 所以舒颜翠其实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粉末 然后泡在那个水里摇一摇摇一摇 然后跟那个比如说食盐水 做混合之后 然后打到你的脸里面 那个粉末呢 就是用针打进去 用针打进去 然后那个 粉末的目的是想 刺激你的胶原蛋白 是刺激你自己可以 你要回春 你要长大 你要努力 可是因为那个是 刺激的东西 所以有可能 会刺激太大 刺激不了 是刺激不了 就是没有用 你就是打了一堆水进去 没有作用 跟因为他就是 你要加油 你要努力 可是你不能告诉他说 第一排的同学加油 最后一排的同学加油 有可能在某一个地方 他突然被刺激了 可是那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地方 我不要这边比较那个啊 为什么舒服 为什么这个比较膨 所以他就是一个 很多人不喜欢 不确定性跟不精确的 他们就 比较不喜欢打舒颜翠 可是因为如果你是很怕 我怕玻尿酸的人跟我一样 怕异物的人 那可能就会试试看舒颜翠 可是那也是 躲躲躲一把这样子 嗯 多多少少有一点用啦 不能说完全没用 可是就是 长一点点 就那种一点点 就是你 午夜梦回照镜子 会觉得 我好像看起来 痛一点了的一点 我每次听你在讲 医美的时候 我是觉得 真的大受启发耶 真的啊 嗯 真的 你应该多讲医美的 你应该 你应该 多拍医美的那个 上船到上班可以停 你也在我的办公室 现在有一大袋 空空小在那边等着我 对啊 就是还没拍啊 既然都讲到舒颜翠了 顺便跟大家说 现在 舒颜翠后面有 第二代第三代 可是第二代跟第三代 舒颜翠呢 就是真的会 摻了一半的 玻尿酸在里面 就一半刺激 一半玻尿酸 因为这样会觉得 比较准确 让你看到明确的效果 那那个你也是考量 你自己是不是 真的想要打玻尿酸 尽你的连理 然后到现在第四代呢 又回到 一开始我们说的 刺激的舒颜翠 可是据说呢 它好像就是那个 成分更新更有效 可是因为这个 最新的 舒颜翠 太新了 我还没有看到 什么实际的案例 我自己也没有实际打过 所以最最最最新的 得舒颜翠 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 刚刚说到那个 比尔雷的Zay 停产的是 无香味的滚珠停产了 滚珠停产 无香味的 但是如果有造香的还有 有造香的就还有 为什么 好妙哦 为什么啊 对啊 他一定喜欢你 抓到了 他一定喜欢你 喜欢你 他一定喜欢你 打抱走了 我 打抱走了你的生活 我一直在装满你的旋御 我一直在看着你的笑容 请问玛丽你在打电波的时候有书眠吗 我就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人生第一次打音波的时候 我比较紧张有书眠 但后来都没有书眠 因为大部分的医师都是希望你是清醒的 虽然我知道很多人都想要讲求 我钱都花了 我存了一年 我我我我我的年终奖金就是要放在上面 我就是要打到猛 可是还是要根据每个人做判断 所以你必须还是要有即时的反应 跟医生说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可能还是不要睡着比较好吧 你睡着就没有反应啊 医生就马上起来打 那那那那那好 说的好听是 好啦你真的可以打到能量很强 你又不用经历那个痛 然后你可能又很有效果 但万一你就是那一个比较可怜的人呢 你就是皮肤耐受度不够 又要狂打 然后你就是起水泡了 然后你烫伤了 那怎么办呢 哼 请问玛丽你平常画眼妆步骤 关于刷睫毛跟画眼线 哪个线哪个厚呢 我会先刷我的睫毛 然后再画眼线 因为我眼线大部分是把它点在我的睫毛根部 就是把白白的地方点点点点点点点 把它点黑 我不是真的是很认真画一条眼线的那一种 所以我是先刷再画 下手或服 secret 还有一条眼线 然后我発点点点了 因为烫湿烈黑 现在和街道这次称些 没有 Jack 留下市政策 游泳 JUL' 听好 是 完全一時 你另一個樣子 各位觀眾 都無權限制 我自戀我 魔鬼天使那種我施掌 今次就一拍笑 Oh no 我人也好 說到很多人喜歡精準嘛 所以會打玻尿酸進去 那玻尿酸這種東西能不能代謝掉 完全代謝掉呢 我覺得就是一個 液體啦 就是性者恆性 不性者就不恆性 那必須要說玻尿酸有時候在你 體內的時候 當你的身體 狀況比較不好 比如說 你最近比較累 你比較疲倦 你免疫系統下降的話 我覺得蠻多人 會有玻尿酸的過敏反應的 就是你打那個地方可能會腫起來 拋起來 浮起來 那他也不是特別說 某一家廠商的 玻尿酸才會讓人過敏 這個是很吃體質的 每一家都有可能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身體常常 身體很容易很累 你很容易身體體在發炎 我覺得在打這些 外來東西的時候 你也是要考量進去的 他可能會 今天女兒陪我來上班 昨天才國中畢業 她正在為選學校而苦惱 因為她成績沒有很好 對國三生對未來選擇很徬徨啊 希望瑪莉腿用可愛的聲音給她鼓勵 或是用一些過來人經驗告訴她 謝謝 在這邊有請我們的精神領袖歐馬克 為一個迷惘的國三生 來說些話吧 掌聲歡迎歐馬克 她努力的發現你喜歡做什麼啊 句點沒了 可是我馬上唸書 我沒有 沒有時間再去發展我的興趣 你真的 你真的沒有時間嗎 我白天早上 早八開始上課 然後我上到 上到五點 然後我又有夜自習 到八九點回家 然後我就要複習今天的 然後明天又要考試 我一天都沒了耶 那 先不要去夜自習吧 不是啊 成績好不好嘛 她有說她成績沒有很好 所以為選校苦惱中 可是現在就算成績不好 我還是有東西可以唸啊 我還是有高中唸啊 因為我覺得現在學校 是不是已經沒有像我們以前 那麼斤斤計較 對啊 嗯 就選個離家境的啊 嗯 離家境蠻重要的喔 對啊 嗯 然後 然後 有時間就是 找自己喜歡什麼事情吧 想辦法都去做做看 馬力看起來好年輕 你有特別意識做什麼 才可以避免不要顯老嗎 每張照片都用美圖秀秀 絕對 絕對 絕對漂亮 絕對 其實那個愛在山林間啊 就是Netflix的那個 Love Village 嗯 他們在做個人訪談的時候 哇那個燈打的枝漂亮啊 那個柔焦啊 那個濾鏡再加上去啊 哇這些人怎麼就是這麼年輕啊 哇 啊那個那個燈打的真的很美 對啊 真漂亮 在你的面前 像個血概 我為你 口水下 說這真的 這真是冰台 感性的灰燼 成了無敵的大海 我連射一氣 還一氣 還一氣 很全面的整塊 連絲跟愛情 旅上旅白 我們都 口水下 說這真的 說這真是冰台 感性的灰燼 成了無敵的大海 連臉色一起黑 一起白 一起紅 全面的整塊 也是個愛情旅上旅白 我們的左腦開始浮壞 感性就是這個最精彩 尤高林佑佳的病態 有人問我有去過漢針浴嗎 然後貼個連結給我 說是一個新景點 在新竹 這是不是裡面有很多間啊 就是各式各樣的漢針墓 我有去過啊 在新竹很像一個白貨公司裡面的 然後裡面有超多就是 超多間不同的漢針墓可以進去 有石頭的有躺著的 然後有比較涼的 旁邊有一堆漫畫 跟一堆休息區 我去那一次我很不喜歡耶 因為 因為比如說他每個主題 比如說這個比較熱的漢針墓 好了裡面就是比如說就只有八張床 那你開放那麼多人進去 躺不到 我就是在外面坐著等啊 有時候我坐在那邊我沒有精神耶 就是冷氣又很強 我就很容易手腳冰冷的人 我想說到底什麼時候還輪到我進去 然後進去躺躺出來你可能又要排下一個 然後你又在那邊又等了又等到涼了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漫畫還很新啦 可是我不去那種東西久了 你會不會還很想去摸那些漫畫 因為如果真的這麼多人看過的話 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台灣人口密度太高啊 沒辦法 體驗一次可以啦 或是你知道情侶去那邊約會 啊你那有洋家 我們去那邊那 那我們去休息 我們看漫畫 我們拍照 那個可能可以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大飆悍 或是你真的是想要追求什麼 山溫的那種感覺的話 我是覺得還好 嗯 You're a bad boy 身體不再屬於我 請你高在歸手繞了我 受不了 讓我回復回來的靈活 Yo Yo listen 都像有千百公斤那麼沉重 我的手總會不由自主用力緊握 突然間我的腳會散步 時時續發抖 我的汗就像關不住的水龍頭 今場遊戲不再吸引我 就只想躲在溫暖地陪我 現在的我 那話都不想說 窗外明天星星在閃爍 心臟跳著沒聽過 Oh Oh No 就快要輸脫 當我真心的思索 想發出個結果 你那孤溫的眼神從我腦中經過 因為我總是穿梭 如今居然照顫我 難道我已愛上你 就這樣無法再逃脫 Hey you bad girl 我以為你繞了我 學生細胞沒有一種繞了我 受不了 我就不斷清醒我耳朵 Hey you bad boy 身體不再屬於我 請你高在歸手繞了我 受不了 讓我回復原來的靈魂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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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 怎麼可以那麼的狠心 不如我 只用一雙八點的點睛 就連平常的我也 不這麼好搞定 怎麼鋪上你 我就輕易的動心 愛心的魔力可以讓人不由自主 你的墮落 一步步讓人受折磨 Hold on 就說你把我的腦袋和身體 都還給我 不想再是混落魄 Hey you bad girl 我以為你繞了我 只剩下細胞沒有一種繞了我 受不了 完全不斷清醒我耳朵 Hey you bad boy 身體不再屬於我 請你高在歸手繞了我 受不了 讓我回復原來的靈魂 No no baby No no Baby you know that I'm really crazy for you No no bab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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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just let me go Hey you bad girl 我以為你繞了我 只剩下細胞沒有一種繞了我 受不了 我就不斷清醒我耳朵 不斷清醒我耳朵 潛伍斃 回來跟去了世界 爸爸是一個硬的考試 面對一個信念死命 幫幫 Monopo 的邊境看 想要為你做一些聲 希望你會介意我 所以開始走去旁 來下這條歌 誰要對你的願望 立心就疼 我們出生 習慣是個老爺 也是三者 勞來勇竄不開來過一天 社會勒竟 勇竟然我 這世的運氣 無定義我面 映君像這一拆 無價流感 看一直變化 總要是真心對 才是變化 每行夾狗 未敢開玩 就在起頭 勇敢追命人 我在你後面 我在你後面 希望你有鮮亮的生活 希望你找一個快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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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敢著行 我只想要你自己的使命 我只想要你自己的使命 攏愛憂走不開 拉開尾一天 社會在走 無奈難亂 這世的運氣 無中你亂命 英文情節以十五個流 一樣一定變化 總要是真心對待生病的人 大行跡跡 會咳開我 主在這當年最明朗 我在你後面 我在你後面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馬克叔叔要說故事囉 好棒喔 一萬富翁在旅途中教會我的事 昨天呢在Telegram群組當中啊 看到了有些聽眾反應說 啊馬克啊你用那個一萬富翁 啊這種聲音講話 聽起來好像就是那個一萬富翁 好像是一個很喜歡講幹話的人 就可不可以換一個聲音啊 好那我們從今天開始啊 這本書呢差不多進入到了可能45%的部分 我們從現在開始幫一萬富翁換一個聲音 但是不巧呢今天的這一篇啊 一萬富翁的出場機會不多 都是作者江局長他自己呢 在緬懷自己過去的年輕歲月的時候 他們在英特拉肯停留了一晚之後 就是要去少女峰啦 那這個少女峰呢 比韓國的白頭山啊長白山啊 還高了1100多公尺啊 海拔呢到了4158公尺的高山 不過現在啊 呃在 呃不是現在 應該說從1912年的時候 這邊就已經有登山火車了 搭車就可以順利的抵達山頂了 韓國人還在帶斗笠啊 牛隻啊 馬匹啊 還在街上亂跑的時候 這邊就已經有設立登山火車真的很驚人 以前跟朋友來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 這些觀光資訊 現在都在買火車票的時候 連同車票一起拿到的小冊子裡 我非常非常的開心啊 因為20年前我有來過這裡 那天的天氣晴朗萬里無雲 登山列車的黃色車身呢 顯得更加的鮮豔 我在心中暗自下定決心 到了上面之後 我就要像以前一樣 把塑膠袋當成雪橇來滑雪 20年前啊 我曾經跟朋友一起坐在一個大塑膠袋上面 在少女風山頂附近滑雪 應該說是滑塑膠袋喔 有一個女孩啊 年紀跟我差不多 她可能是高中生或是大學生 看到之後呢就模仿我們 結果沒有想到 滑塑膠袋滑下去速度太快 害她下昏了 我的朋友呢還趕快給了她一顆 牛黃青心丸 就你在韓劇上面可以看到一顆圓圓的 青心這樣子 我的這位朋友呢 在韓國國際展覽中心工作了十年 最近啊 偶爾會跟她提到當時的事 越是這樣聊 越讓我想要再次上去看看 說起來有點荒唐 可是我有種如果抵達山頂 就能回到當初那段歲月的錯覺 不過我期盼又興奮的心情 在少女風瞭望台休息的時候 徹底被擊潰了 從我下車的那一刻起 我就感到頭昏腦障 就像被人掐住脖子一樣 過沒多久 我就開始暈想吐 富翁看我的臉色慘白 趕緊扶住我 你的臉色太蒼白了 少女風雖然讓你回味過去 但繼續待在這裡會沒命的 我們趕快下山 雖然很遺憾 但也別無他法 我們只好趕快搭下山的火車離開 二十年前 我完全沒有這樣的狀況 當時我們從法國的尼斯 搭夜車到英特拉肯 然後立刻登上少女風 一點問題也沒有 也沒有像我們這次 還前面先住了一晚休息一下 難道是因為現在年紀大了嗎 最近呢 跟以前一起旅行的朋友見面 一杯啤酒下渡後 就會滔滔不絕的清土 對未來的不安 無論是在大公司工作很久的人 還是輾轉到中小企業的 大家都異口同聲的討論說 我要在這家公司待到什麼時候啊 如果我現在職責還可以做什麼啊 大家都變虛弱了 被社會折磨得筋疲力盡 心裡也很不安 所有人都明白 這是一段時期的結束 但也感受到一段新的時期即將到來 隨著登山火車啊 逐漸往低海拔前進 頭痛噁心的感覺 就像霧一樣慢慢的消散了 同時 某個沒有來由的有趣想法 突然閃過腦中 欸 我應該要把40歲 活得像20歲一樣啊 嗯 未來 青春 我不懂那些東西 如果 有感到遺憾的話 就把40活得像20吧 反正其實都差不多啊 20年前是個少年 現在也可以當少年啊 我想來想 嗯 嗯 沒錯 20歲的時候在幹嘛呢 常常就喝著酒 談論未來 非常非常的期待 有時候會逼自己逞強 可是難道最後有餓死嗎 也沒有嘛 但為什麼到了40歲之後 其實沒有差很多啊 難道現在我被公司開除了 我全家人就會餓死了嗎 呃會耶 那種放蕩不羁的豪氣 還存在心中 跟20歲的時候非常類似 是不是在某個時期即將結束 要進入新的時期的時候 就會感受到這種情緒呢 我為什麼要下意識的 將自己鎖在 呃我40歲啦 糟糕啦 我踏入人生的秋天啦 這個絕望的框架之中呢 也許啦 在平均壽命是60歲的時候 這種想法還算合理 可是說什麼即將邁入50的時候 要成就啊 要準備退休啊 要安享晚年啊 不要貪心啊 但是現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不一樣啦 我們的平均壽命已經超過60很多了 而且即使青春已經結束 開始迎接人生的夏天 但就算送走了這個夏天 我們還是會迎接下一個夏天的到來 現在呢 很多60歲的人身心都還很年輕 他啊 在自己的這個 呃 國家產業文化園區當中呢 工作的時候 曾經看過一群 穿著自行車衣的60歲人士 身材啊 令我相當震驚 你看他們的背影 就像是20幾歲 不管男生女生都是這樣 我們不該被關在想法的框架中 一旦心態錯了 搞不好 從50到90歲 都在嘆息跟後悔之中度過 可是明明 我們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生活啊 現在快要90歲的日本奶奶 若公正子 在60歲退休的時候 開始接觸電腦 81歲的時候 她開發出了iPhone的App 她退休的時候得到了 她退休的時候 要照顧高齡的媽媽 所以呢 是在難以外出的情況下 學習電腦的 她在電腦做出Excel的藝術 用3D列印製作出項鍊 雖然看不懂英文教學 要靠Google翻譯可以勉強理解 可是她在81歲的時候 她還是設計出了一款老人手機遊戲 上架到了App Store 成為最高齡的應用程式開發者 CNN大量報導她的消息 她甚至受邀參加Apple的開發者大會 在韓國印度中東中國 瞬間躍升為世界的知名人物 嗯 要下定怎麼樣的決心 就會怎麼樣的生活 這並不是迷信 以前呢 我曾經讀過 《年齡逆時鐘》這本書 談論1979年 在Ohio偏鄉做過的一個心理實驗 名稱是倒轉時間的實驗 這個實驗在節目當中 我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了 實驗的環境被設計成1959年的模樣 讓八位老人覺得 他們就回到年輕的時候啦 每天晚上電視都會播放1959年的新聞 1959年的節目 1959年的電影 然後洗碗這些雜物都是由長輩們自己打理 也不能用洗碗機喔 在習慣了環境之後 他們完全投入於自己的角色當中 當他們看到1959年的棒球雜誌的時候 也都會以為1959年就是今年 接著 驚人的事情發生了 在短短一週的時間內 他們的視力 聽力 肌力 握力 各方面的數據 都年輕了20歲 因為心態改變 身體也變年輕了 韓國在2012年也做過類似的實驗 結果也相當類似 這樣的現象 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Just do it 反正做了也沒有損失 不做才是奇怪的 從登山火車下來之後 我告訴自己 不要再惋惜了 不要再懷念已經流逝的青春 請你現在 就活得像年輕的時候一樣吧 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把那些 哎呀我年輕的時候啊 這種話當成口頭禪 請確實的把40歲 活得像20歲吧 我下定決心 要讓我的生命中出現 夏天過去後 再次迎接夏天的奇蹟 想要做到這一點 首先 你的內心不能變得軟弱 就像百歲詩人 柴田風所叮嚀的 不要氣餒 無論到哪個年紀 每個人都能做平等的夢 如果你想要看到 這個台灣版本的話 可以歡迎你鎖定 週一到週五 早上十一點鐘的 青春永遠不會老 見證飛碟電台台掌的回春之數 兩點五十六分 今天最後呢 送完這首歌曲是來自於 宇宙人的神秘河流 我是歐馬克 然後瑪麗現在應該是 在開車去內湖的路上 也歡迎大家就是 期待她今天去錄 小姐不其地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上 會上片 在這邊跟你先說聲 拜拜祝你有一個愉快的午後 也歡迎你可以追蹤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上班可以聽 或者是今天的馬克信箱 有新的Podcast集數 然後今天的馬克說書 好久沒跟大家說書了 也有一個新的Podcast集數 今天這一集呢 在講的這本書 是在講關於容貌焦慮 關於外貌心理學的事情 剛好今天是妹妹愛漂亮 所以一併分享給你 可以在Podcast上面搜尋 馬克說書 明天見囉 明天見囉